首先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可以先从外框开始下手 那这个外框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就是说这外框的尺寸 宽的话是 它有给我们一个尺寸 这个尺寸的部分是 等于是把这个上方 这边有一个尺寸 180、210 所以首先的话 先画一个矩形 那再来可以先画这个 左边的部分 这个长条 那再来可以画下面 再画上面 主要这几个步骤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 矩形的部分先画出来 第一个我们先点矩形 那矩形的话 这边我们就直接 在这里 先产生一个宽180 高240的矩形 那这边的话 X 那这个180 210 Enter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 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先把 这边的这个 这边有一条线 可以先把它隔开来 这边有一个 10、30再10 所以是50 那画一条线 可以从这边追50 追踪50 然后往上画一条垂直线 到这个焦点就可以了 先把它做一个隔开 再来我们画这边有 1、2、3、5个 5个这样的矩形 那首先的话 我要知道说 这个矩形 它的中心点的位置 中心点的位置 那从这个题目里面 可以看到 它左右 这个宽 距离就是10 高度的话也是10 所以我们可以用TK的方式 再画一个矩形 那这个矩形 它的宽是多少 宽是30 高34 所以我们可以先按一个矩形 矩形点下去之后 再输入一个TK 第一点我们用追踪的 那TK的话 第一个追踪点就在这里 然后往这个方向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的话 输入10 Enter 再来往上 往上追踪 10 Enter 那最后追踪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的第一点 按Enter 好了以后的话 再给它小老鼠 30 豆点34 高度的话就是34Enter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做一个 用阵列会比较快 当然你也可以用复制的 一个慢慢复制 那